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亮 到了露营区 先观察一下环境 现在是下午一点 太阳在这方向 所以明天早上起来 太阳应该会从这边升起 这里是水槽 这里有树印 所以我打算把帐篷搭在这个位置 这是5×5.8的天幕 然后280公分的营柱 跟240公分的营柱 单人搭设天幕第一步 先把天幕摊开在地上 然后把营柱都先装好 先将主营柱的两条营绳下钉 再将营柱撑起 当地面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时候 天幕的第一边就可以撑起来 另一边的话 先把营柱立起来 量测一下距离 量测一下距离 再把银绳下钉 调整一下银绳之后 再把银柱立起来 两边都立起来之后 大致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侧边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风很大的时候 一只脚要踩住营绳下钉 避免整鼠被吹走 侧边一样 银绳下钉之后 立起营柱 然后调节银绳 最后微调银柱跟银绳 可以让天幕看起来更有形 天幕搭好了 搭了一个四角形 所以天幕里面还有银椒 如果出太阳的时候 里面温度比较凉爽